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為大家導讀的文章是教聖第58回M模式怎麼用 演唱會怎麼拍的教學分享 那說實在話這篇文章裡面的方法 我並不是那麼的非常的建議 因為事實上M模式是一個 雖然是我說它很簡單 但是呢它還是需要一些練習 可是呢還是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在這種演唱會的場合下 是不是要用點測光比較好 呃... 我不能說用點測光不好 基本上點測光對的 問題是 什麼是點測光你懂嗎 用點測光搭配曝光鎖你會嗎 那點測光放哪邊的點 要放哪邊測光才對呢 那其實後面的問題反正就更頭痛了 那我還是比較推薦用M模式 可是M模式還是對於某些人來講 那是一個很難的光線變化很大的場合下 對於還是有些人忍出學者 他就是要拍啊 他不能說老師我不能等到我真的很熟練的再去拍了 因為我下禮拜或明天就要去拍了 有沒有一些秘訣或方法可以讓他參考 嗯...好吧 那我覺得還是有一些人想要學一些基本的技巧 那這邊文章就來告訴你演唱會要怎麼去拍這個實際上分享 好我們就來往下來看了 首先實力分析齁其實我就先從 有人會說要用光圈優先 有人會說用快門優先的原因 那是因為 他會認為用光圈或快門優先的人 是認為 如果說齁 因為演唱會或是一些表演舞台 燈跟光變化效果很大 那有的時候透過適當的測光公式 好讓你去拍一些比較漂亮的作品是OK的 那不論你是用快門優先 選定快門後幫你算出適當光圈 還是你用光圈優先 透過測光幫你算出適當快門 然後只要是前提是你的測光公式選擇對 就不會有問題 嗎?實際上我覺得蠻難的 我們先看一下現場的場合 大概像這個樣子 他是一個比較像重金屬那種 唱歌的一種主題 雖然我聽不太懂啦 不過呢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他們現場 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光線喔 變化非常非常的大 自己 接下來就回家自己看就好 那他光線是變化非常非常大的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該怎麼去拍呢?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他燈光舞台燈光 是不斷的一會亮一會暗一起交替 很容易影響到我們那個測光系統的測光 如果突然變暗齁 不論你有什麼樣的測光公式 很容易就會現場過暗 會造成拍出過亮的照片 因為反射率的關係 或者是那種逆光齁 你會發現逆光也不大適合 用什麼樣的測光公式 也不容易 除非你會正確使用點測光 跟曝光所搭配運用 對相機來講容易排出過亮或過暗的照片 再加上如果你是用光圈優先或全自動 光圈優先跟全自動快門是有相機板去計算的 他會不曉得你該用多少快門速度 容易拍出模糊的照片 但是像這種照片也是 你會發現忽明忽暗齁 那種快門優先 對修正 你在用全自動或光圈優先 或捕捉了他們動作 可是呢 你的ISO沒有正確的使用的話 或是光圈相機計算錯誤的話 也會排出像這種GG或NG的照片 那我覺得也不是很適合 所以你要發現 在使用光圈或快門優先 都會因為環境光源 而影響到你的測光的表現 自然就會算出不適合的光圈跟快門速度 同時間呢 這樣子你會覺得很挫折 那我覺得說 其實蠻大的原因是 卡在測光公式的關係 那如果這樣 趁光公式在這種場合下 容易出包 那我們能不能不要用它 不要那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會發生 剛剛很奇怪的問題 那就不妨用M模式就好 那M模式的考量下呢 我覺得 以今天看到這個例子 我當時用快門用80到125分機 基本上都夠 因為他們這種唱歌的表演 雖然我覺得125分機有點勉強 可是呢 只要你抓對時間 按下快門 還是可以拍出他們清除 瞬間的照片 光圈當然是最大最好 有多大就有多大 因為呢 我們都使用變焦鏡頭 絕大多數的你的變焦鏡頭 隨著你的光圈 隨著你的焦段忽長忽短 鏡頭光圈會忽大忽小 那個是最大光圈值的規格嘛 那當然是以最大是最好 基於兩個因素呢 你上面的iShop 最後的iSO值 快門3200到6400搭配 如果 長燈一亮 你就調低到3200 長燈一暗 就調高到6400 那這個東西就很好判斷了嘛 當長燈一變暗的時候 就感悟度 當長燈一變暗 你前面兩個因素不變 長燈一變暗 你的感悟度就增加 反之 你前面兩個因素同樣不變 你長燈變亮 你的感悟度降低嘛 所以說這3000到6400沒有所疑定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例子 事實上證明喔 像這張照片我用80分機去拍 成功機率還不錯喔 要拍出他們的那個 動作還OK 即使你在拍的過程中 長燈突然變暗 你的快門光圈感光度都不變 晴底下 照片會比較暗一點點 可是呢 還不會到一種全黑 搞不好現場戰的照片看起來 還能還原現場感覺也不錯 然後我的燈座上突然再亮起來 其實我覺得效果也不差 所以你會發現說 當你把那些快門光圈感光度 都固定住不變的情況下呢 你的照片比較不會 因為長燈忽亮忽暗 而有個很大的改變 比較不會有這種狀況 了不起就照片偏亮或偏暗一點點 然後呢 80分機甚至其實不算高速 女主角也許會有點模糊 可是呢 但她專注表 她的手有點模糊 但她專注的表情 其實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至少不會像剛剛整個人都糊掉 的感覺 至少好很多 雖然我不能講說 你都是用這種方法 一律都每張照片都成功 你還是會拍到失敗的 因為她的快速的光源變化 不是相機的問題的 是真的是不容易拍 那我們的長拍的人 多少會說 我就盡可能快速的 在長燈變化下 快速的去做一些處理 至少成功機率 或連拍多一點 至少成功機率比較高 那這次實際上 我們都會這麼做比較多 當然我們還會搭配修圖技巧 因為左圖是修圖前 右圖是修圖後 只要透過簡單的修圖的一些技巧 就能夠還原許多 我們現場沒辦法去控制的事情 像長燈它一瞬間開一瞬間關 開一瞬間不在我們手上 我們沒有辦法預期說 欸待會要亮還是要暗 我們沒有辦法預期 但是 它拍下去的時候 我們終究是沒有拍 它燈一關 我們終究是沒有辦法反應到 我們一樣會拍出 像左邊偏暗的照片 但是我們回去透過修圖 就能夠還原比較多現場 失去的細節 雖然看左圖是修圖前 右圖是修圖後 在上面是修圖前 下圖是修圖後 透過我們的修圖 就能夠獲得還不錯的結果 還原比較多現場看到的東西 當然啦 你說修圖好多 好像前面就不重要 其實也不能這麼說 修圖不是萬能 修圖只能還原較多的亮暗的問題 當然不能還原你快門不足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說修圖是放在後面 第二步再去思考 而不是你一開始就把修圖觀念放進來 所以說你會發現 只要透過簡單的修圖 就算是 就算是 現場拍出欠鋪的照片 都還可以還原回來 但是如果你像這個 雖然修圖後亮度有調整很多 可是快門修圖不夠快 人都變成好幾根手指頭 或有臉都變成兩張臉 修圖是處理不了這件事情的 所以說修圖終究有限制 如果你真的按到很極 真的很暗 透過修圖你也不可能修得太漂亮 這還是另外一個限制 所以說講簡單的結論說 我知道這個方法並不是很完美 我知道 但是呢 如果說在一個初學者 你可能明天或後天就要提著相機去拍了 我相信這篇文章會給你一些 比較實用的一些拍攝的步驟 當然啦 每個表演的情況下都不一樣 我這數值是針對我這個例子 實際上你的狀況要根據你現場的拍攝的亮暗表現 參考我的這些數值在做調整 OK好 本篇文章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